来自全国各地的剑道好手齐聚基勇势力体育馆 参加全国剑道锦标赛 我是从台北来的我六岁 我是从板桥来的我今年十二岁 我也是从板桥来的我今年十三 全国剑道锦标赛 前手总共有114队 最小的年龄有四岁 修炼剑道以吸气力一致为目标 手中的竹剑不仅要朝向对手 也要朝着自己 代表基勇出赛 同时也是国手的俞云浩 分享剑道可以提升自我的优势 我学剑道20年 然后学剑道最大的收获就是 因为剑道它是一个 除了跟人家较劲的一个武术之外 它也是同时是一个 非常需要修心的一个运动 所以在这20年包括在学业上 包括在工作上 剑道都可以让我的心态更强大 可以面对各种困难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会场 欢迎也鼓励所有的参赛选手 同时也指出市府协助剑道发展的努力 全国剑道锦标赛 那有100多队的队伍参加 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很多朋友跑到基隆来 大家一起用剑道武艺来切磋 那另外我们在余中仁会长 正经周理事长长期推动之下 我们也在西定国小打造一个专门给剑道用的比赛场馆 那这个可以让基隆的剑道的训练跟彼此的选手之间的提升 我想会有很直接的帮助 所以也跟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而这项赛事不只推广运动与健康 台湾体育总会监视主席 同时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郑锦舟 分享赛事 为基隆带来许多商机 我们今天是113年全国剑道锦标赛在基隆 我们首先非常谢谢我们小爱爸爸来办这个活动 而且我们这两天被人家追换店追的 所有的基隆换店这几个客盘 餐厅也客盘 这个市场办这个活动对基隆带来一笔不小的商机 剑道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运动 可以培养冷静思考 然后提出他的战略跟他的战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那也很开心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都在基隆 国院遵守大会所有的规范 感谢市府寄住330万元在西定国小的闲置空间设置建道场地 让更多的选手有安全良好的训练空间 进而培育更多优秀的选手 为基隆争光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